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赶校车 吴燕和吴欣如两姐妹 清晨五点钟就得起床 在月亮的陪伴下 开始他们的上学路 还没起床啊 没关系帮你们的 这是大伯家里 他们来带堂弟吴宗一起去上学 虽然说这是一个家 其实就只是一个搭在田里面的菜棚子 吴燕和堂弟两家人就住在农田里 生活环境不是很好 虽然得赶早起床 但是能够到学校读书 三个孩子还是很开心 孩子上学后 吴爸爸就到田里工作 目前以种植韭菜为主 你在做什么 我发肥料 只是揪水 揪好了 在马上要一样 就这个 吴爸爸一家人 从北方的山东省林仪县 来到江南的苏州 吴妈妈和大女儿 在家帮忙落韭菜 务农的收入不多 生活实在辛苦 我们老家要好 丢在老家的好 我们老家山东那边是山区 山区的地方太穷了 这里是郭向东方学校 是苏州市规模相当大的 民工子弟学校 许多从外地来到苏州的农民工 因为没有户籍 孩子也无法上公立学校 幸好有民工学校 这些小朋友才能上学 吴燕和妹妹心如 也在这里读书 心如现在念一年级 姐姐吴燕是五年级 能有读书机会 这也让两姐妹 格外地认真学习 你做作业就在这里做啊 看得见吗 把床板当成书桌 姐妹俩趁着天光海亮 赶紧写功课 随着光线变化 妹妹改到门口 书桌换成了小板凳 抓紧太阳下山前的每一分钟 没有跟说发多大的财 希望我的女儿 儿子都能识一点字 我喜欢几个小孩 一直未来 他要是上学要上成功了 我就是再吃苦也不怕 离开山东老家 来到苏州打拼 一家人虽然住在菜棚中 过着辛苦的生活 但是爸爸妈妈努力工作 小朋友认真读书 全家人吃着家乡的山东烙饼 津津有味 开心地笑着 眼前这一刻就是幸福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小朋友 他们是住在苏州 不过他们的爸爸 原本是山东人 为了要赚钱养家 只好到大城市里面 去当民工 小朋友也一起来到了大城市 可是大城市的房子这么贵 根本就住不起 所以只好在郊外 盖个简陋的小房子 大家一起住在那边 生活很辛苦 其实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过着这样子的生活 接下来 Mia姐姐要带大家 去北京的民工学校 瞧一瞧 这一次很特别 因为有一位 来自台湾的大哥哥 他要打扮成 圣诞老公公 准备要给同学们 一个惊喜的圣诞礼物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燕伟 目前所在位置 是在北京市海淀区 中国人民大学 在这半年的交换期间 希望透过我的眼睛 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看看人大美丽的少园 以及属于我们的 童话故事吧 来自台湾的陈燕伟 就读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 二年级上学期 前往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 当交换学生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在中国排名第一 竞争压力很大 到底应该怎么回事 到底哪个是对 哪个是不对呢 不过 燕伟除了上课 读书 还利用时间 参加学校的 青年志愿者协会 每个星期三下午 到北京附近的 华澳民工学校当老师 教小朋友美术 华澳的梦想在哪里 好 那小朋友今天 我们要教你们画的是梦想 有谁可以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什么 举手 好 说吗 人帽奖是什么 想当警察 你想当警察 为什么想当警察 因为警察可以抓坏人 警察可以抓坏人 那会选择要教 教他们画画 教他们美术 就是自己比较擅长的 就是画画设计 这些方面的东西 那所以就希望能够 透过自己的方式 然后教他们 然后让他们童年 能够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大大的眼睛 那我想问大家 那我从台湾来 你们从哪里来的 河南 河南 河北的举手 东北的小朋友在哪里 举手 那你是哪里人 云南 云南啊 山东来的举手 好 山东来的举手 那有没有谁的 爸爸妈妈是在 北京这边上班 原本是在自己家乡工作的呢 那你说你爸爸妈妈 是在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妈妈和爸爸 我爸去 大厨师啊 大厨师的哦 你妈妈也是做肯德基的哦 拖地 民工学校的孩子 家乡都在遥远的地方 父母亲带着他们来北京工作 就为了给孩子好一点的生活 许多就是我 我起床就是五点半 五点半起床 就开始做饭 然后把屋子收拾收拾 再喊他起床 他几点 他一般都是六点多 六点半 六点二十 那你们都赶几点出门呢 七点十五 一般早上就你们两个人多 爸爸工作 他爸爸 一般那个不给我们吃早饭 你看他是不是又早早走了 去哪工作呢 他在机场 冷不冷 不冷 他那么早出门一个人自己走 不担心吗 不啊 因为已经熟了 走一遍都会熟了 第一个到教室 一坐下来就开始读书 认真 独立 是多数民工孩子的写照 但因为家境困难 读书以外的愿望 也不敢多想 你想不想画画 有 那你怎么不回教室 就是我没有彩笔和鸡了 我说我差点没有 你说你没有什么 没有彩笔 小朋友谁没有彩笔的举手 我没有彩笔 就是下一次我才发现一件事 是整间教室里面 很多小朋友在上米苏课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是拿着一根铅笔 然后一个破破烂烂的图画纸 在上面滑滑 在画下好像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但是其实很难过 就是原来在所谓大家眼中的北京 一个中国的首都 然后这么繁华 这么富裕的地方 然后其实在一个城市的角落 人有这么一群人需要关心 需要关怀 繁华北京城里的贫困角落 带给燕尾很大的冲击 他在脸书写下了自己的心情 其实北京首都里仍存在着许多 没有户口的农工小孩 其实繁华的大城市中 大部分人一时不缺 但对一个小一的农工小孩而言 如此渺小的愿望 却只容许他在角落卑微的低速症 然后我就很随意地问他说 那你要不要我们在台湾帮你 募个画笔或是什么的 然后你可以去那边当圣诞老公公 然后他就说好 那我们就说好 那我们就开始就开始计划 这里总共有88笔 就是在燕尾的那个上面 透过脸书 燕尾在台湾的同学朋友看到了 大家决定为小朋友 募集画笔以及图画本 赶在圣诞节前送给小朋友 活动名称就定为童画 然后这活动其实主要的意义是 在北京在台湾 然后跨越台湾海峡 让两个地方不同的爱 然后能够凝聚起来 然后聚集在一起 透过网路 燕尾和台湾的朋友密切讨论 决定用转寄和代购两种方式 让更多人可以响应 就是如果你想要送礼物 你想要亲手挑选 展现你的诚意OK 那我们可以帮你转寄礼物 那另外的方式是 那个代购的方式 因为我们想说 如果有些人他们是很忙 就是上班很忙 可是他们还是想要做这一份爱心 想要帮助这些小朋友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就是 你把钱汇给我们 那我们帮你买 帮你寄过去 燕尾也为这个活动设计了明信片 让小朋友收到礼物之后 写下心中的话 会寄给捐赠着 从里面邮局把东西搬出来 然后麻烦你赶 台湾木集的蜡笔和图画本 统一寄到新化就读的世新大学 今天新化带着一群帮手 来搬运涌入的爱心 那我们就去里面先拿东西 然后基本上原本是要开这个 这是我学姐 持终的学姐 然后她现在是在读名传大学 那时候我们一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她就立马跟我们说她要帮我们 再来这个是我学弟 她在隔壁的政治大学 然后她也是突然有一天 很热心地跟我说 学姐我也想要捐 这两位是那个我大学的同学 这位是哲员 这位是宇任 宇任就看到我搬得很辛苦 她就问我说 那要不要帮你骑车再回家 然后刚好今天时机来了 因为我很多箱在邮局里面 我就请他们两位帮我 就是搬东西回家 我很难 今天有带搬走来 对 又多了两件了 又多了两件了 好 没关系 我这次就把它全部领走吧 大家同心协力 将所有包裹搬了出来 准备到新化的宿舍整理 我们买东西放上车 我们买怎么办 林俊仁要把车骑过来吗 那我先骑车 可以吗 可以 所以我们总共三台车 在在看 应该先在大桥 大桥 看那个邻近人的车子的那个多大 因为机车载不下这么多箱 所以新化和学姐 只好走路搬回家 你这样自己搬不会很累吗 超累的 你回去以后手就是马马的 那你今天是第一次搬吗 没有 就这样我已经搬两三次 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我自己可以附和的状态 我就不会请人 对 因为不然他们还要浪费他们的时间跟有钱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 对 那我们先搬这样 这是台中世纪来的 孟小姐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谁 还有一个罗东高商纪来的 这个 还有这个也是台中的 这个也是台中 我们待会就是先把它全部拆开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它里面会附小纸条 就是他们说他们是谁 然后有什么有名字 那些小纸条先留着 譬如说一次陈其君的名字 然后给了十份 那只好在后面标示一下它记十份 然后我们就分类分蜡笔跟绘画本 面对数量庞大的蜡笔和图画本 大家耐着性子一一整理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了很感人的事情哦 这个是我们刚刚整理包裹发现的 原来他自己就是买了一本空白的 然后制造了这样子美丽的图画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在那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还有把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放进去 就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就是梦想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小朋友可以带着他这份礼物 一起去把所有的梦想填满在这里面 那未来希望他的梦想可以就是扛出这样子 还有这个 这应该不是写给我的信 它这里有写说 祝你在绘画世界有美丽的风景 表示说这个一定是跟那边的小朋友 而且看这个字一定是小朋友 所以是小朋友跟小朋友的对话 我觉得就是能够让 就是同样年龄层的小朋友进行交流 然后互相鼓励 所以对他们北京的小朋友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成长 许多大学生自告奋勇 承担学校的总窗口 协助新话在各校宣传 募集 齐军和靖伦便是其中两个 当初就是我们在脸书上看到他们分享的活动 然后就觉得那些小朋友他们有梦想 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资源可以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就想说帮忙着急找大家一起来 让他们实现梦想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高中就一样是时钟的同学 然后去德国交换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是用LINE 就是密我说 就是靖伦你要不要当就是政大 就是这个活动政大的负责人 所以我就直接找到这个活动之后 然后我就立马就是直接 很快就直接贴在我们学校公开的 就一个社团上面 然后就有很多人开始来问 带着台湾满满的爱心 这些圣诞节礼物即将飞往北京 最近是Christmas 台湾的爱 参加 可以吗 谁要拿这个 这个 可以吗 谁可以吗 其实是不是突然那么好想要的 这个东西吗 可以放包里 你放箱子里吧 箱子抱着 我抱着这个箱子吧 我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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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燕伟的号召下 北京的大学生特别赶在圣诞节前夕 带着满满的礼物前往三所民工学校 分别是行师学校 精彩学校和华奥学校 大家准备去当圣诞老公公咯 你可以横着跳 你不要竖着跳 竖着跳就卡住了 我们家就横着来那个 竖着跳就坐在中间 你没有 一直稍微扭一下就 我们就进去 然后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耶 小朋友 生难解快乐 有三年快樂 那小朋友知道我從哪裡來嗎 台灣 台灣在哪裡 北京對不對 對 台灣在哪裡 有誰知道 有誰知道 過來 那你過來 台灣在哪裡 台灣在這裡 你答錯了 那我來告訴大家台灣在哪裡好不好 台灣在這邊 為什麼今天要跟大家說台灣呢 因為今天的聖誕老公公就是來自台灣 然後我們看著我們的影片看一下 這份禮物到底是在台灣怎麼樣目擊 台灣的聖誕老公公們 又想對大家說什麼話好不好 好 開始囉 2014耶誕節 在北京的台灣交換學生 邀請您一起當Santa Class 讓我們一起來當聖誕爺爺和聖誕奶奶吧 我們帶著小小的力量一起當你們的聖誕老人 小朋友聖誕 causal 喜歡生日快樂 高遠、聖誕快樂 她們在邊 很 clash 小朋友聖誕快樂 看永敬牌 有一磨 小朋友聖誕快樂 生日快樂 來小朋友聖誕快樂 春天 mil子 小朋友收到这份来自台湾的爱 也用蜡笔在明信片上 画出了他们的感谢 要给他们说什么 然后呢 那你画这张卡片 是不是要送给他们的 那你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那你画这张卡片 这位小朋友们谢谢你 我非常喜欢你 付出我们的礼物 精彩学校的小朋友 我想对台湾的圣诞老公都说 生日快乐 我爱你快乐 生日快乐 我爱你快乐 生日快乐 我爱你快乐 看咯 准备打开咯 来 自己打开咯 对呀 来 打开咯 来 打开咯 对对对对 哇 好酷 有 有没有很漂亮 有 有 就这样 有没有很喜欢 有 那你要自己拿着好吗 我爱你吧 我叫姚阿豪 都能受那点饿饿 谢谢赵轩 谢谢圣诞老人 Merry Christmas 张欣 这些卡片 都是北京民工学校的小朋友 亲自画 亲自写的 准备要送给大哥哥 大姐姐们 你们看 不止是收到圣诞礼物的小朋友 觉得很开心 这些卡片送到大哥哥 大姐姐们手上 大家也觉得很温暖 很落心 这样的爱的交流是不是很棒呢 小朋友 虽然我们都不是圣诞老公公 不过只要大家愿意仔细地观察 并且付出一点小小的力量 我们也都可以成为给大家幸福以及快乐的 圣诞老公公或是圣诞老婆婆 地球的孩子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守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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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